10岁的德木还能不能谈恋爱 大家好 今天咱们做一个测试 这只德国牧羊犬 目前的年龄已经有10多岁了 相当于人类7、80岁的年龄 今天咱们给它找一位女朋友配对一下 看看能不能自然配对成功 配对不成功 咱们也有特殊的工具 话不多说 放狗进场 我们养狗 但是不卖狗 养狗仅仅是兴趣爱好 这只小狼狗就是第二位主角 我们马上将它带进运动场 看它究竟会发生什么 德木首先标记了一下领地 其他的狗可以从它标记中 闻到很多气味 秀出对方的实力如何 你看德国牧羊犬不放心 又再一次标记了领地 他的意思 这只狗已经属于它了 这个场地也是它的 其他的狗一定要靠边站离远一点 德木老兄领地已经标记完了 赶紧进入主题吧 咱们观众都等不及了 德木好像听懂了我们的话 赶紧凑了上去 但是半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开始实质性操作 莫非真的像网友所说 这只狗就是一个废品吗 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吗 算了 咱们直接上大招 把特制的工具请上场 咱们准备开始上大招 首先将这只德国牧羊犬给拴起来 稍后特制的工具即将上场 这个工具估计大部分的网友都没有见过 特制工具上场能不能顺利地搭配成功呢 咱们拭目以待吧 你看德国牧羊犬现在都迫不及待了 固定好之后 可以方便下一步的操作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咱们再来尝试一次 耀鸽呐 大佩羊犬 大佩羊犬 搭配羊犬 你